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来到咱们中宁啊 如果不吃上一碗咱们的蚝子面 那真是一件非常遗憾的事情 我叫于正林 我开这家蚝子面馆已经25年了 我是正林蚝子面的第四代传承人 蚝子面是咱们宁夏中宁的特有的一种民间小吃 它有着360年的历史传承 据史料记载 那蚝子面是明朝朱元璋之子朱瞻 在宁夏做官的时候 他的随从欲处将蚝子面的手艺 流传在咱们中宁恩和 正的一个万世家族手中 从而流传至今 咱们 蚝子面呢 它具有1200 三红四绿 五花六爽 七香八成 九酸十和之术 共有18道工序风格完成 做出来的蚝子面呢 色相会俱全 咱们要想做好一碗蚝子面呀 第一步是离不开手工面的感汁 那么蚝子面不同于普通的白面条 那要在面缝中加入蚝子粉 再用熬制好的碱水 缓制而成 它具有韧性 通常一张面皮需要整共擀至20分钟左右 再将面皮用锋利的菜豆切成丝线般的面条 下入锅中 打两个拱点两次水 洗去它面中的粘气 咱们面下好以后 第二波的工序 必须要炒酥子 那将羊肉丁 用香油 把水汽煸干以后 再加入葱姜蒜等调味品 然后放入土豆呀 豆角呀 青萝卜呀等 经过大火煸炒 炒出香味 用来备用 咱们蚝子面的 最后一步工序就是做酸汤 将小西芹和醋炒出酸汤 然后咱们一勺勺子 一勺酸汤浇到蚝子面上面 服以香菜和咱们的红枸杰作为点缀 一碗香气破壁的蚝子面方可上桌 蚝子面具有健胃轻热的功效 再搭配上宁夏中年的枸杞 有较高的食料价值 做一碗面 我一直说 做的是自己的良心 人家拿钱买我的面 让顾客吃得放心 吃到地地道道的中年蚝子面 就是我们最大的心愿